紐約大學教授 因為大明星詹姆斯·法蘭科被開除 詹姆斯·法蘭科是一名美国演員 他在電影127小時裡 鋸掉自己手臂的演出廣受好評 但他似乎不是個誠職的學生 他因常常旷課 在紐約大學一堂導演課竟拿到第一的成績 法蘭科的教授珊納塔指出自己被學校開除 全是因為他給法蘭科低分 他氣得一壯告上法院 珊納塔說紐約大學全力討好這名大明星 還讓他花錢買文憑 法蘭科類似的行為 他一在其他學校也被炮轟 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課堂裡渡孤 就被人拍下來 不管外界風評如何 法蘭科現在可也握起了叫鞭 他今年特地開了一堂課 專門教學生們如何剪接 他自己的電影 第三遮 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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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